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世界顶级的射手迪巴拉 该报道还提到了切尔西也对这位24岁的阿根廷人感兴趣 由于本赛季迪巴拉在尤恩图斯比赛时间的减少 阿根廷人正在考虑自己在俱乐部中的未来 今年夏天尤恩图斯从皇家马德里牵下罗纳尔多后 迪巴拉的出场时间被严重的挤压 并不阿莱格里长时间按在板凳席上 尽管如此 这位24岁的阿根廷射手 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才华横移的射手 这就是为什么像曼莲和切尔西这样欧洲顶级的俱乐部对他如此感兴趣 穆里尼奥的球队在今年1月份将桑切斯带到老特拉福德后 致力人并没有达到预期 在进攻中缺乏一些火花和创造力 而进报指出 萨利可能会引进迪巴拉来 改善他们的风险选择 因为西班牙前锋莫拉塔仍然在英超联赛中苦苦挣扎 曼莲可能在这场潜赛的转会战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刘文图斯渴望重新将伯格巴带回俱乐部 并让他和罗纳尔多组成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阵容 并挑战欧冠联赛的冠军 从现在到明年1月 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将如何发展 而迪巴拉很有可能在明年1月离开一甲豪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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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